由私憑可見 鄭州經廣隧道被拖出的公交車人質疑 中企大肆採購美農地 國會議員已立法禁止 中共是自由最大的敵人 馬哈頓集會捍衛自由 川普鳳凰城集會演講 稱讚該州審計評擊州長 俄羅斯總統普京海軍截越兵釋放強硬信號 全球港口告急 全球供應鏈面臨崩潰時刻 東京奧運 美國目前贏得10枚獎牌 排名第二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芬妮 首先謝謝你們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7月26日 下面我們來關注詳細的內容 鄭州洪災中 京廣隧道是受災最嚴重的地點之一 外界高度關注那裡的真實圓難者人數 災情發生至今 大陸陸續傳出多個視頻 引發民眾質疑官方正在隱瞞實情 近日鄭州民眾拍到的一則視頻 一輛公交車從京廣隧道被拖車拖著慢慢出隧道 整個車窗呈現黑色 以此被黑布完全遮蓋著 外面無法提清公交車內的情況 有多位網友問 裡面是什麼?裡面的人呢? 目前仍未有任何明確的報導 但大區率和常識分析 公交車進入隧道前 入水前一定有大量乘客在車上 畢竟 市區公交車輛沒有大可能 會在沒有人搭載的情況下空洗 而另據當地網友稱 類似的進入隧道的公交車可能有6輛 即使是1輛或2輛 可能傷亡的人數也不得了 令人更為心酸壓抑的是 黑色是一種悲傷的代表 可能於視著結果並不太好 而據最新消息 鄭州市城管局黨委副書記李平稱 經過3天的秋水搜救 已經拖出200多架涉水車 不到300架 目測隧道內已經沒有其他車輛被困 但隧道內是否還有被困人員 李平表示還無法確定 現在還不敢說一定沒有 有關心關注京廣隧道的網友 專門進行了自我統計和預估 稱如果按照車輛數和車上的人員數量 然後如果5分鐘大水灌滿的情況下 逃生的機率如何 據一位在隧道附近僥倖逃生的車主自稱 平時開車的300米路程就是一眨眼的事 而他那天從入水的車裡出來的時候 沿著浸過腹腳的水也向而行 整整用了半小時的時間才行了300米 勉強到了隧道口得以逃脫 想想都得人驚 整個隧道約1850米 在離隧道口越遠水越深 而且在水流渡冠狀態下的隧道深埗 還有距離出口300米遠的那位現場的人員 這麼幸運嗎?目前很多市民在京廣隧道附近 等待看到親友遺體 有市民燒紙敗祭 現場有中共軍人把手 軍警阻止民眾靠近隧道 據本台記者林程和艾林採訪報導 7月24日下午1點半 超過600位紐約民眾來到中央公園的 Columbus Circle 參加由全球抗議組織舉辦的大型集會 今次集會針對強制打疫苗 強制封城等措施 要求言論自由、行動自由、選擇自由 集會自由和健康自由 據悉 這個集會是在全球45個國家 近200個城市同步舉行 基督徒公義聯盟、中國民主人權聯盟等華人團體 也參加了這次活動 並舉辦歷史圖片展 揭露中共的百年反人類罪行 獲得在場民眾的積極反響 基督徒公義聯盟的 趙進牧師是當日集會演講者中唯一的華裔 他揭露了共產主義的威脅和中共的罪惡 他說 今天集會的緣起是病毒大流行 而中共正是病毒的製造者 中共希望通過生物武器這種超限戰來征服全世界 因此我們必須反抗中共 趙進進一步表示 中共百年間屠殺了上億中國人 剝奪了人民的全部自由 使中國成為最大的奴隸制國家 並渴望控制整個世界 中共通過金錢收買和植入木馬 廣泛滲透美國的政治、經濟、媒體、高科技、 教育和文化等社會各個層面 使所有人面臨共產主義威脅 他特別提及民主人士戈壁東先生 因揭露中共收買助選美國議員參選人 而遭到多次謀殺 警告人們中共正在毀滅美國 2022年紐約州長參選人 菲瑞建築商吉布森在觀看集會後表示 我們應該尊重事實 不應該因為經濟上需要中共 就和他妥協 儘管紐約州的5%到10%的東西都來自中國大陸 他仍然呼籲要經濟制裁中共 不和他談生意 不能容忍中共迫害中國人民 吉布森說 我是個基督徒 要堅守公義正義 不能因為錢 因為自己利益的緣故 就將正義良知出賣 2022年紐約市 皇后區區長參選人 湯姆也表示 美國人民一二百年來 一直為憲法 為民主自由而奮鬥 而在中國 中共將老百姓當作奴隸 人民沒有自由 它一直在為美國憲法而奮鬥 也因此支持那些反抗中共的人 中國民主人權聯盟 尾東主席白捷敏表示 全世界越來越多的人更清楚 共產黨就是個毒瘤 必須將它清除 共產黨國家受迫害的人都清醒了 例如古巴人民已經開始反抗共產黨獨裁政權 而今次鄭州水災很多人被浸死 就是中共沒有預警洩洪造成的巨大淫和 共產黨沒有能力治理國家 它就是靠殺人來維護它的統治 禮拜 在曼哈頓的另一個地點 他們還舉辦了另一場五百人的集會 主辦方表示 為了讓更多美國人認清中共本質 與共產主義的危害 他們今後將經常來曼哈頓 以演講和圖片展等形式揭露中共罪行 嚴局限在法拉城地區 前總統川普24日 在鳳凰城舉行的主題為 選舉完整盛集會上 川普發表了公眾演講 他首先多謝阿里桑那州 在審計工作上作出的努力 他稱阿里桑那州的參議院 是勇敢和不屈不撓的保守派戰士 川普還特別肯定了幾位共和黨州參議員 尤其感謝阿里桑那州的參議院議長范恩 並稱他監督了從去年12月開始的這項工作 之後他也稱讚了阿里桑那州共和黨主席玉德 川普在講到玉德時說 阿里桑那州的共和黨主席 是一個有巨大勇氣的人 他真是一個鬥士 他和你們的州長作鬥爭 而州長卻不做任何事情 川普之後評擊杜西在集會上 也不是非常受歡迎 杜西在認證了2020年在該州的選舉後 受到川普多次的評擊 今年4月 川普就指責杜西對審計的支持不夠 另外 川普在會上稱 2020大選時出現了選民欺詐 並稱它是最大的犯罪 他說 他希望阿里桑那州總檢察長布爾諾維奇 能夠接受審計的調查結果 並做大家都知道必須做的事情 根據美國農業部的數據 過去10年來 中國企業通過對美國農場和大型農業企業的收購 擴大了它們在美國農業中的存在 美國國會眾議院撥款委員會日前 在審議對農業等相關機構的撥款法案草案時 特別納入禁止由中國政府部分 挖全部控制的公司購買美國農業用地的條款 此外 已經擁有美國農業用地的中國企業 將無資格申請聯邦農業補助 法案仍有待美國國會參眾兩院最終表決通過 在美國農業用地的定義是 面積至少為10英畝的地皮 說可從農業活動中產生1,000美元收入的地皮 但在2013年中國商匯集團 收購美國豬肉加工巨頭史密斯·菲爾德的並購案中 中國企業就購得146,000英畝的美國耕地 到2020年初 中國業主在美國控制的農業用地 約19萬2,000英畝 價值18億5,800萬美元 這些土地可用於耕作、荒木和林業 加拿大是持有美國農業用地最多的國家 截至2019年底 加拿大企業和個人 共持有748萬5,000英畝美國農業用地 中國對海外農業領域的投資迅速 並引起了美國國會議員的警惕 美國農業部2018年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 至2009年以來 中國在海外的農業投資增長了10倍以上 來自華盛頓州的共和黨籍 聯邦眾議員丹維豪斯 是禁止中國企業購買 美國農業用地條款的發起人 這個月初他在審議對農業、農村發展、 美國食品和藥品監督管理局 等相關機構撥款法案草案的討論中話 禁止中國人購買農田以及該土地獲得 美國農業部補助的資格 將是確保美國食品供應鏈安全和獨立的一個步驟 因為農業和糧食生產涉及美國的國家安全 現在對中國的警惕已經從高科技領域 延伸到農業和糧食生產領域 美國前副總統彭斯 最近在美國保守派致富傳統基金會發表演講時說 美國不能讓中國來控制我們的糧食供應 他還呼籲拜登政府和國會 盡快終止對外國人擁有土地的所有農業補貼 家庭農場行動的馬克思維爾表示 隨著美中關係持續惡化 讓潛在的敵對外國實體 在美國的中心地帶擁有土地 將對美國構成一個重大的安全威脅 他說 他們可以選擇讓這些田地優根 什麼都不種 有些人對我說 我們可以禁止他們將糧食帶出美國 我說他們控制著土地 在美國產權可以是很重要的 他們就會說 好啊 我們不會在你的土地上種任何東西 在你的社區不會有任何稅收 我們讓那條生產線限制下來 讓那裡掌滿雜草 地價就會下跌 學校就會得到更少的稅收 他們會留在那片農田上 他們有控制權 這是一個國家安全問題 7月25日在俄羅斯海軍節 俄羅斯總統普京 參加在聖皮德堡舉行的海軍閱兵儀式 普京在閱兵儀式上發表講話表示 如果有必要 會對敵人發動無法阻止的攻擊 當日五十多艘艦艇 四十八架飛機 以及四千多名官兵 在聖皮德堡的 尼雅河以及 哈朗斯塔德軍廣 舉行閱兵活動 參與閱兵的軍艦方隊 在芬蘭灣水域 和哈朗斯塔德停泊場列隊 俄羅斯最新型的戰略核潛艇 弗拉基米爾大公號 首次參加了當日的閱兵儀式 這是該艇服役後 首次參加俄海軍重要活動 有俄羅斯神盾艦 之稱的海軍上將 卡薩托諾夫號 護衛艦也參加了當日閱兵活動 俄新越艦艦的亮相 吸引了各方的關注 專家指出 今年俄羅斯在海軍發展上 來了一個大手筆 如果按照俄羅斯海軍建造規模 就像俄軍這些艦艇 未來服役後 足以讓普京政府 擁有四個現代化航母戰鬥群 而這次紀念 俄海軍成立325週年閱兵式 是對外展示 俄羅斯海軍實力的強硬信號 印度變種Delta病毒 使得全球原本催喚的疫情再度爆發 加上中國和西歐近期飽受天災襲擊 南非主要港口也遭受網絡攻擊 很多因素養成全球供應鏈 全面崩潰的危機邊緣 國際航運商會被書長普萊頓向路透社表示 對於全球供應鏈來說 這是一個危險的時刻 根據路透社報導 很多國家為控管疫情禁止船員上岸 使得船長無法替換新一批船員上船作業 約有10萬名船員因此受困海上 形勢由於翻到2020年疫情初爆發時的景象 由於全球貿易大約有90%都依賴海運 這波船員危機已經擾亂石油、鐵礦砂、食品和電子產品等原物料 零組件和消費產品的供應 德國貨櫃航運公司赫白羅特就形容現在的情況極具挑戰性 船隻運載力非常緊張 空的集裝雙稀缺 特定港口及碼頭的營運狀況並未真正改善 赫白羅特補充說 我們預估這種情況可能將持續到第四季度 但實際情況很難預測 此外中國和德國近期遭受暴雨襲擊養成洪災 也對全球供應鏈產生不少影響 目前正值夏季熔電高峰 但由於鄭州水環 導致內蒙古及陝西的煤礦運輸路線受阻 輸出減少 德國也因洪水災難 使得陸路交通受到衝擊 貨品運輸量大幅降低 由於亞洲和西歐 是世界經濟兩大龍頭 這番受創恐會導致全球經濟減緩 商品和原物料價格上升 除了上述情況嚴峻之外 目前全球各地港口也面臨罕見的嚴重堵塞情況 海石集團美國中西部行銷副總裁 克雷恩表示 所有公司現在階段都忙於處理 失在亞洲和美國港口的貨物 恐怕要等到3月才處理得遠 東京奧運美國目前贏得10枚獎牌 排名第二 截至25日 東京奧運會上 美國隊贏得10枚獎牌 是為列獎牌榜第二 其中 美國游泳隊取得有史以來 奧運會首個決賽日中最佳成績 但在美國女子體操隊 和男子籃球表現欠佳 美國神槍手沙納 劍擊手基佛和跆拳道選手佐格茨 為美國隊囊括三金 美國游泳運動員卡尼斯茲 也在男子400米個人混合賽中 為美國隊再添一金 美國游泳隊取得有史以來 奧運會首日決賽日中最佳成績 共贏得6枚獎牌 使美國游泳隊在獎牌榜上的排名 僅持於中國和日本隊 但美體操名將拜爾斯 在自由體操和跳馬兩項比賽的預賽中 表現欠佳 在高低降常也出現意外失誤 導致美國體操隊 自從2010年以來首次 未贏得預選賽 但拜爾斯仍有望贏得 本屆奧運會的綠金 因為她成功贏得了 所有個人賽和團隊賽的出賽資格 年24歲的拜爾斯被視為歷史上 女子體操運動中最成功的運動員之一 她在本屆奧運會的目標是 打破她在巴西里約奧運會上創下的 五金一銀的紀錄 美國男子籃球隊25日 以76比83輸給法國隊 這是美國籃籃自2004年以來奧運會上首次失利 亦是美國男子籃球隊在奧運會上第六次失利 報導表示 美國男子籃球隊還將在下星期三對戰伊朗隊 並在下星期六對戰捷克隊 才能決定美國隊是否能最後出線 進入4強 不過如果美國男子籃球隊再賽失一場比賽 就可能將難以進入前8名 美國男子籃球隊曾經連續25年 贏得奧運金牌 只是在2004年的雅典奧運會曾經失利 當時只贏得銅牌 這一節的新聞就跟大家說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擊小鈴鐺訂閱 或分享給你的朋友 也是對我們的支持 多謝你的收看 下次再會